我一直都告訴他說 不要抱弟弟 他忘了這件事情 他就把弟弟抱起來 我氣到一個爆炸 打到那個屁股上面是這種 旁邊兩個紅的 中間白的 謝謝 謝謝評審 謝謝評審看得起來 我本來以為上次只是 就是老師給糖吃 就是你第一次 今年第一年開始組織外景喔 不錯喔這樣子 所以你今年有沒有意外 第一二二二二 超意外 超級意外 現在兩個外景節目 是剛好最可以跟 平衡家庭的工作量 其實有一點平衡不過來 我光兩個跟舞台聚 志祺還有YT 就其實很滿了其實 那我甚至都有想過說 可能 抱歧有沒有 有這麼想 但是薇薇都跟我說 但是你每次回來都很開心 你要想清楚 因為我們家不是一個 一定要上課的家庭 我們處於自學 真的學想我們 那我們就到啊 我們就一起去啊 就像他們出去交友一樣 我們家是有什麼事情都要說 我們家沒有秘密 你說出來一起解決 那這次你去高中畢業 學校啊上課啊 大福表現得很好 說老師有給他一個扭蛋 弟弟 他哭哭 我沒有 我好可憐 我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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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樣子耶 我說你在演什麼啊 你在演什麼啊 這樣 好 那你 阿滴你先哭 你哭完我們再來講 他就哭 他就說我哭好了 我說好 那你怎麼了 他說我沒有 我說好 聽聽 那你有想過哥哥為什麼有嗎 他不知道 我說那你有想 你去問哥哥 好他們兩個就在那邊聊 我有問他 我說還是你希望我會買給你 他說你可以買給我嗎 我說但是你做了什麼好的事情 我應該買給你 就跟他講道理 即使他才三歲 我一樣用這樣的方式 你最兇的意思是什麼 有一次 喔哥哥大福那時候 三歲多 四歲 因為弟弟小 他要去抱弟弟 我一直都告訴他說 不要抱弟弟 他忘了這件事情 他就把弟弟抱起來 咚 投去找地 氣到一個爆炸 我就把他抓到旁邊 然後我那時候有那個 一架 我說你站好 我說你要勇敢面對 我就會說 你讓人受傷 而且這個事情是 有受過不要 打到那個皮膚上面是這種 旁邊兩個紅的 中間白的 所以弟弟在什麼頭撞到還好嗎 而且是撞到後腦 所以我那兩天都有觀察他 但還好沒事 好像小的都蠻壯的 我們家一直有在講 小孩可以皮 小孩不能壞 不可以讓別人受傷 也不可以讓自己受傷 我要處罰人的氛圍是比較恐怖的 然後他們就會很緊張 就開始一直打哭啊 爸爸你不要 就抱要躲什麼 然後弟弟就是那種 讚好好 然後這樣 會很痛嗎 哈哈哈哈哈哈 我說手不要來會打到手 他就這樣 拉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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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他們這五年 下來 兩次三次吧 因為我長大不想跟他們有任何的衝突 所以我在很小的時候就先修正 所以長大我們只需要有說的